真的有打擾到別人就是深感抱歉 我們會多注意 對 那可能有一些報導是不是那麼真實 但是我覺得就讓它過去吧 基本上我們不太可能在家裡練習啦 我們打籃球還是會到球場或是運動場 對 還有很多其實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然後就是如果有影響到打擾到任何人 我們就是非常的抱歉 對 如果有打擾到任何人我們深感抱歉 然後基本上我們練球還是會到球場方練球 對 但是我覺得真的有打擾到別人就是深感抱歉 我們會多注意 對 那可能有一些報導是不是那麼真實 但是我覺得就讓它過去吧 基本上我們不太可能在家裡練習啦 我們打籃球還是會到球場或是運動場 對 還有很多其實這邊就不再贅述了 然後就是如果有影響到打擾到任何人 我們就是非常的抱歉 對 那這次學弟妹們是 然後看你們兩對妹妹黃燈鴨的場合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看得很刺激 覺得很精彩啊 對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 第一個是第一季 第三季 那現在學弟妹們他們我覺得他們有點 我覺得也要怪第一季的我們 因為我們開啟了這個練習的這個制度 瘋狂練習的模式 但是現在他們有點已經到走火入魔的階段了 然後我昨天還聽說 只要有其他隊員 比如說他們練一個早上七點 另外一隊就會去跟教練提前要求的時候 那我們就早上六點 所以我聽到這樣 我會覺得說OK 那你們就要小心身體 但是也是為了喜歡全民心運動會的朋友們 展現這個運動家的精神 但我還是希望所有的選手們都可以注意身體健康 然後不要再有人受傷退賽 對不對 有特別是誰說要大家注意一下不要開場嗎 其實我們三隊 紅隊 藍隊 黃隊都有認識的朋友 然後呢 也會故意虧郭哥說太強了吧 因為郭哥其實在場上的那種霸氣 其實是我們沒看過的 因為之前我們在錄觀察中的節目形象是 私底下郭哥都是很暖的 那到運動場上不愧是上過大聯盟的男人 非常的霸氣 然後所以黃隊現在氣勢如虹 但我覺得賽季還沒到最後 還走 還難說 期待他們接下來精彩的比賽 還有運動力是越嚴嗎 沒有什麼越嚴 沒有越嚴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注重身體 不要受傷 這個節目真的讓大家非常走心 對 很認真的看待 我覺得女生是這樣 他們在交朋友的過程當中 會隨著年紀的改變 然後想法會不同 那所以他們在面對自己的交友圈 有可能也會有一點改變或不一樣 那我覺得女生跟男生不一樣 女生就是心思力會比較細一點 然後 而且你看現在每一個人的角色也不同 啊 甜甜她本來就是現在有家庭 她連我也比較少聯繫 我們都是偶爾才會 呃 就比如說 呃什麼 滿月啊 或者是送蛋糕之類的 我才會出現 然後才會去碰到他們 那謝忻是 也是就是現在拍八點檔 也是有碰的時候 我們才可能會 時間剛好才可能會約出來這樣 好 又過一陣子的想法又不同了 又可能又會比較熱絡的 也說不定吧 我覺得身為一個男生 就是持續當他們的工具人 對 這樣就好了 運動員最大的風險莫過於就是受傷了 那只是說我們有時候很難避免這個傷害 但我們只能說盡可能去做到 將這個這個風險降到最低點 那譬如說更好的熱身或是練習完的收操 或者是更充足的一個睡眠 我覺得這是運動員要做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常常這個大敵當前就受傷了 那個會讓人家真的滿 自己也會很遺憾 會覺得很可惜 這麼棒的一個比賽 然後你缺席了 就會覺得自己我相信內心是很難過的 對 我們現在有比較嚴肅一點 也比較嚴厲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過去可能大家內心太輕鬆了 就是你訓練的時候很輕鬆 然後不怎麼緊張 可是你上了場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比如說你一個人站在賽道上面 你必須得去面對那種緊張的氛圍 我覺得那個必須來自於平日的練習 富不過三 但常常是這樣子 但我覺得就是 每一季的狀況都不一樣 但我覺得賽季還有時間 我覺得我們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對 然後我覺得還有機會 對 那個誰最後會笑到最後不知道 那個黃色的每次老覺得他的 因為我們去田徑場的時候會特別看旗子 如果旗子比較高的就是目前戰績領先 所以那個目前領先的那一個 每次都說 哇 我旗子好高喔 對 很討厭 那麼我旗子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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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子好